戊戌变法开始于1898年6月11日 以光绪帝发表明定国事招为起点 以9月21日慈禧软禁光绪帝 重新临朝制政为尾声 关于慈禹太后为什么发动政变 历史教科书上给出的答案都如出一辙 那就是慈禹太后代表落后保守的力量 而落后保守的力量一定不能允许政治改革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在变法前一天 也就是1898年6月10日 老佛爷批准了光绪帝的明定国事招 当时直接不批准不就完了 哪还有后来103天光绪帝的折腾 历史的真实背景是 当时的慈禧太后也认为大清有改革的必要 但是怎么改才是变法的本质问题 在怎么变法的问题上 光绪帝把事情搞糟了 首先光绪帝只有23岁 手里只有一半是权 却年少气盛 希望一口气改革清朝 完全没有改革的耐心 也缺乏政治手腕 这样一位志大才疏的君主 怎么能改变中国的百年危局呢 然后在用人方面 用错了人 任用康有为 谭思同和梁启超这帮书生 书生们空有理想主义 但是没有政治运作的经验 康有为这货又自高自大 怎么会是融入刚毅的对手呢 其三 变法政策过于激进 一上来就把北京上万官员给裁员了 得罪了整个满汉官僚集团 使自己陷于孤立 以上三点已经注定 戊须变法一定失败 当然促使慈禧太后发起政变的 直接原因是伊藤伯文的访华 前日本首相伊藤伯文来到北京后 维新派人士和他打得火热 上述光绪帝要求重用伊藤伯文 来自敌国日本的政客 似乎有主导变法的可能 这事把慈禧气得怒不可遏 这还不算 伊藤伯文和李提摩泰 还对维新派官员鼓吹要建立 中日英美四国联邦 类似于现在的欧盟 主张四个国家有百人委员会 共同管理 类似于现在的欧洲议会 这不明摆着要剥夺清朝朝廷的权利吗 要知道那可是十九世纪 慈禧太后哪受得了这个 三年前 朝鲜以为政变导致了明成皇后 被日本浪人残杀 慈禧太后对此记忆犹新 因此很害怕外国势力深度介入中国 而且康有为提出的 简便义服迁都上海的主张 搞得满足贵族们很惶恐 生怕大清的江山要玩 本来变法就动了很多人的利益 康有为的大嘴巴子 又为年轻的皇帝挖了更多的坑 最终慈禧在1898年9月21号 下诏书囚禁光绪帝 逮捕六君子 然后恢复了灵朝制政 结束了这场如梦似幻的变法 明成员 在这场如梦伟帝 今天是一个优伟帝